以前台南有一間餐廳很出名 生理很好 這間餐廳叫做小東園 小東園 秀東園 這間餐廳現在不能搬那道市 你怎麼說這樣 可能收縮營業了 現在就搬那麥大陸 所以現在不能走那道市 一定有什麼心事 還是讓你覺得很快樂 你不知道去拿去 那間餐廳是很出名 可能台南的人都知道 這個老闆是荷豬男 荷豬男 那是荷豬男 荷豬男的說話有空啊 荷豬男的說 荷豬男的荷豬男的荷豬男不出甘 講話有一支槍啊 你怎麼說這個 我說這個比較難 你會學會嗎 我也是不學喔 人家的荷豬男沒有你 那是荷豬男啦 那是荷豬男啦 有一句話說 荷豬男的荷豬男不出甘 有人給你吃 你怎麼好呢 荷豬男的荷豬男的荷豬男 你怎麼好呢 沒有沒有 他現在是在說什麼啦 我這個就 我這個就不甘不出的 荷豬 你怎麼像在家媽這樣 嚇過頭的這樣啦 這個說這個時候我會不好意思 所以半老了 半老了 因為說這個有時候 實在不是拍話啦 因為荷豬男說話有槍嘛 有一支槍 所以有人聽到就覺得怪怪 好像不輸 這媚人這樣其實不是啦 好好 他那是說喔 他那是 外母外母嘛 太年娘咧 就是媽媽的兒子啦 他剛才大陸在建政 勞前的時候就走路嘛 走走走回台灣對不對 現在那小孩 抱著媽媽好啊 他要試著 好到環了 我太年娘咧 讓荷豬男沒時間 就抱牛奶給你吃 你還好咧 回到台灣有時間 抱牛奶給你吃 你還好咧 給你捨一個啦 聽起來好像都在你跟媽 在你跟媽這樣啦 好啦 這媚是頭一句啦 是啊 再來咧 那是外母外母第二句是說 荷豬沒時間 沒時間 時間 抱牛奶給你吃 你這好啦 回到台灣有時間 抱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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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說到這個抱歉 你還好嘗嘗嘗嘗 對啦 我想說你怎麼都在跟媽這樣 結果就是 你怎麼這樣好 你跟她說 沒有那個 燒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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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冠水要泡牛奶 對啦 在台中那時候 累前 大家在過早路在頭車上 對不對 怎麼會燒冠啊 燒冠啊 燒冠啊就是 溫水瓶啦 熱水瓶啦 對啦 啊 現在回到台灣的 雲水瓶有燒冠啊 糖泡牛奶 你吃 你如果在浩 你如果在浩 這樣就對啦 喔 開始了 才知道 說 原來就是這樣 你看他要說 說一次 你可能比較會說 因為你水瓶比較長 亂講話 還是你講的比較有味道啦 我聽看看 我 我覺得廣東話 跟我們搖來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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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樣好 不要跟你揮蘭啦 那 這間餐廳 會老伴 讓我們 給我們 好 給我們 他在賊 讓人家 很趣 我還有一個印象 我好 很趣 就是這樣 我雖然說得不好 但是我代替意識 說給大家聽就好了 好 人家來坐啦 老伴 打手 一會兒 腦袋 一會兒 人家來坐啦 老伴 打手 一會兒 腦袋 一會兒 哈哈哈哈哈哈 媽媽 你老伴 跟你說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沒衛星 人家來 你說出了話 哈哈哈哈 你現在聽到什麼 哎哎 現在這個老伴 不是說人家來坐啦 老伴 有人在誤會打一個 這樣 沒有啦 我不是說打手 這樣誤 哈哈哈哈 那什麼老伴 打手 老伴 老伴 打一個 哈哈哈哈 這老伴 你來照給人家 實在 解釋 其實沒有社會 不是這種意思 不聽的就是這樣 所以老伴 打手 老伴 打一個 什麼意思 我解釋 我解釋 人家這個老伴 他很難 很難的 講話 有那個Q啊 他說人家來坐啦 樓頂打手 樓頂就是說 打手 樓頂有開冷氣 打手 啊現在聽得不對 說樓頂打手 好 他就是你說 樓頂有冷氣 打手 打手 我們台灣人在說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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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上有開冷氣 冷氣開放中 所以樓頂打手 這讓我這樣說話 就說 樓頂打手 打手 樓腳 怎麼樣 你知道嗎 樓頂是怎麼 打手 樓頂是說 樓頂打手 剛才打手 打手 剛才打手 聽起來說 打手 打手 不只要吐蜜啦 這是 美妙笑 Q樂部 小青 就算了 為你 這次主持的節目